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就接着昨天学习到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下学习 那么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 这个印光大师文朝进化录 我们这次给他起个名字叫研习报告 为什么叫研习报告呢 研就是研究的意思 习呢就是学习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说实际上是一个体会 我们在一起学习呢 是抛砖引玉 肯定因为这个本来佛法的道理就很深 再加上印光大师的这个文字 又是比较讲究 所以我们能够给他讲清楚 讲的一点错误都没有 很难做到 所以只是我们今天抛出这些学习啊 讲出这些东西的目的呢 是想帅风气之仙啊 表一个法 提倡呢 要认真学习啊 一丝不苟 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 讲的时候是不正确的啊 有很多问题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啊 一个坚持不懈的学习 所以这里边有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 承蒙各位大德啊 能够不吝赐教啊 指出我们讲的不对的地方 那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对于我们加深对佛教的理解 加深对文字训辜的理解 都有会有很大的好处 说在这里呢 我特别希望十方的大德能够就默学 讲的这些东西啊 能够给予批评执政 这个下面我们就接着学 昨天呢 我们讲了 普避普避上中下根 统设律教禅宗 如实语之润物 若大海之纳川 讲到这儿啊 那么前面先讲的法就是 普避上中下根 统设律教禅宗 这是法 后面呢 以御和比御 比御是什么呢 如实语之润物 像非常及时的 恰逢其时的好语 来润化万物 如若大海之纳川 就像大海收纳百川一样 那么这里边的实语呢 就是即时语 这个实语呢 就比呢 比喻净土法门 那么润物呢 这个物呢 就比喻上中下根 比喻人 实语之润物 这个若大海之纳川呢 大海呢 就相当于净土法门 比喻净土法门 纳川呢 这个川呢 就相当于绿教禅宗 相当于法 所以呢 如实语之润物 是形容人 若大海之纳川呢 是形容法 人 人呢 就是接受法的对象 法呢 就是我们 全世的这个净土法门 再往下来 再往下来 它还是形容净土法门 这个博大精深 这个偏缘 偏缘顿见一切法 无不从此法界流 这一句话 偏呢 就是偏缘的这个意思 就是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用来评判 教理的 圣和略的一个称呼 圣呢 就是好的意思 我们叫做缘 略呢 就是不是那么好的 我们叫做偏 所以偏着 偏僻的意思 偏在一边的意思 所说之理 偏于空 或者偏于有 或者偏于中 不缘 就是强调重点 缘呢 就是缘满 一切具足也 所以 我们一般判 这个教理 好和坏 圣和略 一般用偏和缘来形容 那么 以往配之 则小乘为偏 大乘为缘 以往呢 就是过去 一直就是这么配的 怎么配的呢 小乘呢 我们称之为偏教 大乘呢 我们称之为缘教 因为大乘圆满 一切具足 再然 再往论之 如果说我们再 进一步的说 则大乘中 亦有偏缘 在大乘教当中 也有偏有缘 那么 华天所谓 缘教读缘 这个华呢 指的是华言 天呢 指的是天台宗 华天呢 我们一般称之为 缘教 读缘 特别缘 那么呢 如他之通别二教 你看我们说 画仪啊 就是 如来一代识教 画给我 叫化众生的 四种 相当于要方 叫画仪 就是仪式 就是 这个药方怎么配的呢 要方 叫画仪 仪式的意思 那么 天台呢 把如来一代识教 分成四画仪 藏通别缘 那么藏呢 是小秤 那就偏了 那通别缘 那是大秤 通别缘当中的通别 是大秤中的偏 通别缘的缘 是大秤中的缘 所以 如他之通别二教 括括台家 中顿二教 那么 华言家呢 把佛一代识教的话仪 就是课程的安排 叫做小始中顿远 五教 小始中顿远 那么 小呢 就小秤 大秤始教 大秤中教 大秤顿教 大秤元教 那么 华言家的中顿二教 是偏教 小始中顿 偏而不缘 那始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太偏了 是吧 就是说中顿呢 是华言家评判 如来一代识教的 这个标准 中顿这二教呢 是偏教 什么 就是偏缘 我们再解释 那么顿剑 顿教和剑教 顿教和剑教呢 顿呢 顿教与剑教也 顿剑就是顿教与剑教的意思 它是用来评判大秤教的 这不包括小秤 顿剑 那么我们也通常说剑顿 就是剑教与顿教 剑教呢 是由浅入身 由浅逐剑 由浅入身 逐渐成功的教法 叫做剑教 顿教呢 是立刻速成的教法 叫做顿 顿就是时间短 那么在天台 画一四教中 刚才我们说了 藏通别圆 这四教当中呢 藏通别属于剑教 一步一步修行 一步一步正果 圆教呢 小史中顿的圆呢 小史中顿圆的圆教 是顿教 你不顿呢 能叫圆满吗 对不对 它有欠缺 那么 这讲的是 偏圆 顿剑 这四教 那么印光大师呢 在文朝精华录以后 我们会学到 对于这个 这个顿呢 和这个剑呢 也有论述 印光大师说 什么叫顿教 不假剑刺 不靠着一步一步的 逐渐的这个刺底 直接急速 一朝直入之位也 不靠着剑刺 直接急速 速度非常快 一朝直入佛地 这叫顿教 剑者呢 剑刺进修 慢慢的一次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的修 剑刺正路 一步一步的正路 毕甲多节多生 必须通过多节多生 方可亲正实相之位也 才能够证得诸法的实相 是叫做剑教 我们称之为剑教 那么 这是偏远顿见一切法 那么 法呢 我们昨天说了 法呢 就是心法 法在心 说出来呢 叫教 用语言来把我们心法表达出来 称之为教 所以偏远顿见一切法 指的是我们的心法 修心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说的佛法 无不从此法界流 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个法界流出来的 哪个法界啊 净土法门 没有一个 就如来一代实教 偏远顿见概括无疑 没有一个法 不是从净土法门流出来的 就是净土法门涵盖偏远顿见 你可以说它是偏教 你可以说它是圆教 你可以说它是顿教 你可以说它是见教 净土法门全包括了 那么这里边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法界 你看 无不从此法界流 法界当什么讲呢 法界的意思有很多种 大概有两种 一个就事 一个就理 我们就说就事 就事来讲 法者是诸法也 法这个范围非常大 包括精神物质 所有事物 所有现象都可以称之为法 法者诸法也 就是你眼前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称之为法 戒者呢 分界的意思 诸法各有字体 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的字体 水呀火呀 这都是法 有字体 你看水的体有它的字体 火有它的字体 那么诸法各有字体 而分界不同 是吧 分界不同 那你说火它是水嘛 对不对 从体上来讲 它有它的体 性质 不一样 同时呢 分界也不一样 它不能混在一起谈 水跟火是不能混在一起谈的 所以 就是说 法者诸法也 戒者分界也 那么诸法各有字体 而分界不同 顾名法界 所以 净土 法门 它是一法 那么这个法呢 它跟别的 别的法门不一样 所以可以称之为 净土 法界 所以 所有的 偏远 顿见 这些法 无不从 净土 这个法界 流出来 就这个意思 它是原权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再解释一下 法界 法界呢 每一个法 我们说叫 一法 一法界 然则 法界者 法之一 以名为法界 净土法界 是这一法 我们可以叫做 一法界 净土法界 同时呢 这个法界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 总该万有 一位之一法界 包括所有 所有的法 我们也可以管掉 法界 表示广大 尽虚空 辩法界 这个法界 就包括所有的法 同时呢 也可以指一个法 叫法界 一法界 净土法界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 净土法界 包括了 偏原 遁剑 你看我们说 偏教 不能包括原教 原教呢 也不包括偏教 遁教呢 剑教呢 不是遁教 遁教也不是剑教 不能混 混乱在一起谈 但是净土法门 把这四教 全部都包括进去 所以 各得其所 什么人都可以念 念这个净土法门 阿切陀一药 阿切陀是梵文 叫普制一切的药 叫阿切陀 那么净土法门 就是阿切陀 一药一服 万病总去 他能把一万种病都去掉 那么 偏原遁剑这一切法 实际上就是如来的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要有八千八万四千法门呢 就是根据众生得的并不一样 开了八万四千种药来对治众生的 根据众生的鸡 你是大乘的鸡 你就跟你讲大乘 你是小乘的鸡 就跟你讲小乘 就根性啊 那么 要这么说 那是不是净土法门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把万病总去 因为它是偏原顿见 它所有的药 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八万四千种药 谁吃它都能好 你无论是你得了什么病 众生病有千端 药四万 药有万品 你看药四 就药店里边药有万品 而阿弥陀佛这一个药 万病总去 一个医补旁 一个去除的去 万病总去 所以这个法门特别殊胜 我们再往后学着看到 银光大师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你想家庭清态吗 你想诸缘顺义吗 你想身体康健吗 你想子孙 你想身体康健吗 都可以念这个阿弥陀佛 你想成佛吗 都可以念 因为它是万病总去之药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无不从此法界流 就这个意思 从净土法门 你可以取 取它 用它可以作为偏教 你也可以用它作为原教 你也可以用它作为建教 你也可以用它作为遁教 遁什么遁 这立刻就成佛 一念相应 一念佛 我们昨天讲了 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 就这一念 就这一个刹那 一念有多少刹那 九十刹那 对不对 就这一念 你念佛了 这一念你就成佛 你说多顿呢 是吧 但是你说它是建教吗 也是 咱们说 久而久之念到一心不乱 你看 用这阿弥陀佛这叫 你说它是不是建 刚开始呢 十念都念不下来 久而久之呢 这个望福真现 久而久之呢 一心不乱 久当自得而 慢慢就得到了一心不乱 那么上根的人 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成佛了 下根的人通过这种方法 久念就成佛 所以你看 顿和剑都可以用 所以无不从此法界流 那么大家注意啊 偏缘顿剑是法 是我们修行的方法 对不对 教 教育 偏缘顿剑是教育 是教法 教法完了以后怎么着 教你了以后怎么着 跟你讲的烟啊抽了不好 对身体有伤害 这是教 就是我们说的偏缘顿剑 顿剑一切法 无不从此法界流 它随净土法门 它是教门 教育 研教 没错 研教完了 你是不是得照着研教的时候去干呢 我们还有行法 教法完了还有行法 行是什么呀 在佛门当中 大小全实 是行法 偏缘顿剑是教法 是教育 用文字用语言 来跟你讲道理 叫偏缘顿剑 那么大小全实 那就是真干 大乘小乘 这个全教 实教 那就是真干 所以说你看 无论是法 还是行 都包括在这一句佛号当中 大家注意到 你看 偏缘顿剑一切法 无不从此法界流 大小全实 一切行 无不还归此法界 你看 行门 偏缘顿剑 解门 解行两门都在净土法界 净土法门这个法界里边 在净土法门这个法界里边 你既可以找到教 既可以找到解 也可以找到行 这一句阿弥陀佛 既是解又是行 解行相应 就这么殊胜 所以这一句佛号 解是什么呀 信愿 行是什么 念佛 信愿行 信愿我们给他同归在解这一类 行呢 我们给他归在行这一类 所以我们这句佛号 如果具足身信 切愿再念出来 那就是解行全包括 就是四个字 你说多不得了 其他的法门呢 解在一边 行在一边 解行必须相应 解行必须一致起来 这句佛号就是一致 非常简单 你不要再琢磨了 我这是解呀 我这是行啊 我解完了 我还得行啊 不用 就只要具身信 切愿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就是具足了解行 你还不是吗 偏远顿见一切法 无不从此法界流 大小全是一切行 大家注意啊 这个行和这个法 法那是言教 行那是行门 就是真干 那么大小全时 我们再解释一下 大小呢 就指的是大小二称 小称大称也 一切经自教义上分此二称 所有如来讲的经 从教义上分成两类 一个叫小称教 一个叫大称教 对于 以对于小称 他这个根基啊 不是大 不能接受大称 对于小称呢 说罗汉之道 为小称 小称是给那些小称的人 他接受不了大称佛法 他只能接受罗汉的这种法 那我们就管它叫为小称 那我们就管它叫为小称 对于大称说 做佛之道为大称 那么四阿汗经等就是小称 法华经 维摩经等就是大称 从经教上分大称 那么还有更通俗的解释 大称小称呢 就是大称和小称 大称是菩萨的法门 以旧立 以旧事立他为宗旨 小称呢 是声闻原觉的法门 以修身自立为宗旨 若从经藏里的经本分呢 四阿汗等罗汉系经典为小称 般若法华 华言等菩萨系经典为大称 你看我们的经教当中 有这个罗汉系 有菩萨系 罗汉系呢 就是包括四阿汗啊 我们称之为小称 那么要从这个经上来讲呢 它还有菩萨系 分成两类 菩萨系这一些经 我们叫做大称经 你像般若呀 法华呀 华言等等 叫大称经 大小 全实呢 我们再翻过头来看 英光大师对全教和实教的解释 全呢 大小全实这个全呢 是如来 辅顺众生之机 如来那就不用说了 是释迦摩尼佛 辅顺 顺呢就是根据 辅顺就是根据 众生的根基 辅顺众生之机 你是小称 我就跟你讲小称 你是大称人 我就跟你讲大称 为什么用辅顺呢 辅呢表示敬词 因为如来是世尊 他根据我们的情况 来施以 这个 施以教化 所以他叫辅顺 你可以说 他顺从我们众生的根基 来教育我们 这就不恭敬 辅顺呢表示恭敬 他老人家你看辅顺 我们在下他在上 是表示一种慈悲 表示他老人家很慈悲 表示我们对他很恭敬 辅顺众生之机 他完全是根据我们 我们太次了 我们太差了 他是完全他老人家 辅顺我们的 这个根基 来给我们施以教化 就是权者如来辅顺众生之机 根据众生的 接受教育的 这种基础 曲垂 曲垂 曲呢就是弯曲的曲 垂呢就是从上垂下的垂 也是表示一个静词 就是给予 曲垂实际上呢 说白了他的意思是给予 但是这个曲垂呢 有静词的意思 垂教 就是很恭敬 谢谢您垂教 感谢您垂教 就是您在上 我在下 您给我一些教育 我比您低 我比您差 我不如您 所以您垂给我教 由上往下 叫垂 那么 那么叫曲垂 曲垂就是给予的意思 如来辅顺众生之机 曲垂方便之为也 给予我们一些方便的解释 不予不究竟 方是方法 变的是便意 是好的方法 针对我们能接受的具体情况 给予我们一些 善巧方便的教育 是全的意思 那么识呢 大小全识 识呢 识是按照佛自心所证之意 而说之未也 是根据识识 那就咱别 咱就别拐弯冒角了 我如来心里正的是什么 我就跟你说的是什么 那说明你能接受 你是大忌人 我就给你用识教 咱就开门见山 拨云见月 是怎么回事 你像我 你像我们有些家里老人病了 对吧 我们不能跟他说太清楚 说太清楚 老人受不了 就像我父亲得癌症 那他在世 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我就说您 他得的胃癌 那我就得跟他说 您得的是胃溃疡 那这就是拳脚 拳 根据他的这个岁数 根据他的这种 接受程度 我跟他说 您不是癌症 对吧 如果我父亲呢 这个 是另外一种人 很冷静 很坚强 很能正确地面对 是不是 而且我 如果我父亲是 修净土法门的 这次得了癌症 可能是个好机会 是吧 病了 咱就去西方了 那我就 我也就不跟我爸客气了 对不对 爸您这是癌症 好事 病了 病了以后咱们 如果好好念佛 如果不该走呢 通过念佛 咱就留下来了 如果该走了呢 这一句佛号 就带您去西方 这就是实 是吧 所以呢 实者按佛自心所证之意 而说之未也 那现在很多 咱们在社会上 咱们这些学佛的人 跟大家在一起 接触的时候 那 你像我们跟有些朋友 对吧 他接触佛法 你说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假的 你看我们前一段 在微信圈里头 大宝法王 他说 我很不忍心地告诉你 你所执着热爱的家庭 是假的 我很不忍心地告诉你 你所热爱的爱情 你所心仪的爱情 是假的 尽管我很不忍心 我还是要告诉你 那这就是实教 那么要是全教呢 他说 哎呀 念佛 家庭幸福 念佛 身体健康 是吧 他这个根气 他接受不了这个 怎么都是虚幻的呢 这个家庭 怎么所有东西 都是幻象呢 于无物中忘记为有 马明菩萨在起训的里面说 现在这个世界是 你看这些东西 于无物中忘记为有 在没有的情况下 你忘 你错误地把它当成有 于无物中 没这个东西 忘记为有 你错误地认为它有 这是这么一个世界 这叫实教 那如来正德这种境界 他把心里正德这种境界 说出来 这就是实教 那么就这意思 那么 这就是全实的意思 所以大小全实 一切行 修行 这个行当什么讲呢 这个行字很重要 咱们千万不要 咱们读经典 每个字都不能放过 不要从嘴皮那上划过 我就问问 我经常看的时候 为什么要多看呢 看的时候就要 这一个字一个字 你都要琢磨 这个行是什么意思 我们查了字 我们查了字典才知道 行啊 只为达到物净所作之修行或者行法 什么意思 为了达到物就是你明白的 你不物了 开物了 你懂了 你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要开物了 对不对 为了达到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开物的这种境界 你明白西方极乐世界 你开物了 你清楚了 那么你要想到那去 对不对 你要到那去 你不是得修行吗 你不修行 你光明白它不行啊 你真得念佛你才能去 对不对 只为了达到物净 为了达到你所理解的这种境界 得修行或者行法 为之为行 咱们说解行的行 如行解相应 行说一致 教行正 教育行 真干正果 所以我们佛门当中有教法 有行法 有正法 或者是教力行果 四个 有教法 理法 行法 国法 这是讲的是行法 那么意思 即对于知解言说之实地践行 它是相对于我们的知解言说 而干 而建立起来的实践 所以我们一般把佛教分成两类 一个是解门 一个是行门 它对于解门来讲 我们设立了行门 这里边的行是指的是这个 它的意 即对于知解言说之实践 实地践行 就真干 所以大小权实 一切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提警觉 大乘 小乘 全教 实教 都是要靠落实 都是要靠真干 都是要靠真干 那么 这是刑法 你就达到你所悟的 知境界的 刑法 或者修行 是吧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 无不还归此法界 没有一个大小权实的 这些刑法 还归于此法界 干嘛呀 大乘也罢 小乘也罢 全教也罢 实教也罢 都是在修行 都是在每天在修行 你修行的目的是为什么呀 还归此法界 都是为了最后走到净土 所有的教法 都是从我这流出的 你们按照这教法来真干真学 最后你们还得到我这来 果地 你学了半天 干了半天 目的是什么呀 你还是要走净土 法门成佛 教法是从我这留的 你们按照这教法干了半天 最后你还得回到我这来 无不还归此法界 就是你大乘小乘 这个全教实教 你归了包村 八万四千 法门 目的 都是为了净土 这就说绝了 就没什么说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 他 能教的 能教我们的这些教法 从净土法门 留 所教的这些人 最后还要回到净土法门 能教的是净土法门 所教的 还是学的净土法门 最后回到净土法门 你看他多大呀 所以英国大师 开门建山说 大乙哉 净土法门之为教也 多大呀 天元顿建包括 大小全实包括 是吧 教法包括 刑法包括 因地上 念佛 果地上 也是他 因果不二 就这意思 所以 这个大小全实 一切行 无不还归此法界 大家千万别忘了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很多人 修秘呀 修小秤啊 修禅啊 修什么 你放心 最后 都得还归此法界 都得回到净土 那要这样的话 你何必要绕圈子呢 直接念佛成佛不就完了吗 因为何必要走那么一大圈 最后还要回到净土 为什么 因为你的修行就是为了成佛 成佛舍净土法门 谁都成不了 他就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最最上根的人 最最聪明的人就这 我根本不兜着圈子 对吧 我从小乘到大乘 是吧 从声门到圆诀 然后再到菩萨 最后再到 再到佛 干嘛呀 我直接念 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了 所以 这是 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那么 这两句话 是非常绝对的 偏缘顿见 大小全尸 都包括在净土法门 我这找了几个例子 证明这个 映光大师说的这句话 善道大师说过 如来所以兴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海 大家记得这个 善道大师说了 之所以如来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干嘛呀 为说弥陀本愿海 只说弥陀本愿 四十八愿 海表示这个法门的广大 大 大一再 对吧 除此之外 如来就不来了 要没有这个原因 如来就不兴世了 就不来到这个世界上 视线来教皇 他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 来教皇 我们 就是为了说弥陀 就是为了说净土 那如来一代 实教包括大小全尸 包括片渊顿见 唯说弥陀本愿海 其实他的目的 他刚开始给你讲小乘 刚开始给你讲秘 讲禅 讲秘 其实他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你要找净土 最后倒归在净土上 引导你 因为我现在跟你说净土 你可能认为在浅显 你可能认为不带劲 理也不讲 那我先给你讲讲理 我先给你用别的方法 你喜欢的 最后慢慢都引导你回到这 那么 英国大师 有这么一句话 文长当务 成所谓一代实教 结念佛法门之助教也 确确实实 释迦摩尼佛这一生的教化 一代实教 全都是念佛法门的助教 助都是为了解释净土法门 一代实教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不是闹着玩的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 这一代实教四十九年 三百余会 三藏十二部 就是为了给净土法门 解释净土法门的助教 助教就是刺的 他解释的是主的 所以净土法门 你想说多厉害 这边文朝当中 还有一段挺好的故事 法照禅师 修行很有功夫 在周播章中啊 喝周的那个碗 屡见圣境 喝周的时候 看这碗上 碗里边老有一种 特别美好的境界 就是咱们讲话 情况 圣境 出现了 那么有曾去舞台者 曾经去过舞台下的人说 这可能是舞台山 哦 法照大师说 我这周 喝周的时候 这里边出现这个圣境 是舞台山的情况 这法照大师就去舞台山了 去舞台山以后 朝山去了 真去了 去了以后 到了大圣竹林寺 念了普贤在东 文书在西 他进以后再看到 大圣竹林寺里边有两尊菩萨 一个普贤菩萨 一个文书菩萨 哎呦 这不是闹着玩的 他能见到菩萨 你看 可了不得 然后他说呢 他就那意思 说这如来啊 离开我们时间很长了 众生呢 根气很略 我们确确实实呢 对经教的了解不充分 不止请问呢 二位菩萨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修行 应该修什么法门 最好 这文书就说了 说了这段话 文书抱掩 文书说 如今念佛 今正事实 如就是你 你如今念佛 你今天念佛 正 今正事实 正事 今天正事实 末法时期 你看 如今念佛 今正事实 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所有 诸就很多 所有的修行门 无过念佛 没有超过念佛法门 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供养三宝 福会双胸 大家注意 文书菩萨说这两条 一个是念佛 一个是供养三宝 这两件事做出来 供养三宝 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供养三宝 福会双胸 供养三宝修福 念佛呢 念佛修慧 福会双胸 那么 那么我们 再展开说 念佛是修旨吧 念佛 心指在佛号上 供养三宝呢 是不是修惯呢 走向社会 谁不是三宝 佛法僧是三宝 哪一法不是佛法 哪一个人不是阿弥陀佛 供养三宝 所以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供养三宝 福会双修 你想想看 念佛法门多殊胜 这是文书说 文书 我们今天选这段 没选太长 文书 菩萨什么人 七佛之师 七个佛的老师 实际上他就是佛呀 是吧 然后呢 法照大师这人就说 当如何念 这今天也没结下来 他就接着 他说 无过念佛 供养三宝 福会双修 然后法照大师接着说 当如何念 应该怎么念呢 念佛 文书菩萨 我记得 此世界西 这个世界的西边 有阿弥陀佛 这个阿弥陀佛 宏愿广大 就念他就行 哎呀 这个法照大师特别高兴 然后 就完以往西处 怀疑的网 全部解除掉了 十二大圣 各书金手 摸法照大师的头 说切脱 说这个 说觊觎 那大师就得了真传 这个文超金华录里边 有这一段 我们以后学 能学到这 所以我们知道 净土法门 你看 是吧 善道大师说 唯说弥陀本愿海 文书菩萨说 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应该 这 所以 印光大师 我说这几条 就是给印光大师证明的 一代实教 结实念佛 法门之助教 所以大家很有福气 上来就学了 这么好的法门 所以应该有信心 应该有信心 所以我们这段就讲完了 偏远顿见一切法 无不从此法界流 大小全时一切行 无不还归此法界 就讲了这个 哎呀 法呀 刑啊 都是归净土法门 结果怎么样 这肯定有人就问了 是啊 您说这净土法门这么好 我真学了净土法门 我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你看 我这样的人能学净土法门吗 对吧 我具备学净土法门的资格吗 您说我具备 我可以修净土法门 修了以后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下面这两句话 就回答这问题 不断获言 得欲补处 这八个字太大了 不断获言 得欲补处 什么意思 获言 展开的时候就是获言苦 因获造业 因业甘苦 什么是获呢 贪嗔等 等者叫获 贪嗔吃慢 这叫获 以此获而有善恶之所作者 叫业 因为这个迷惑 你作了善或者作了恶 这个 这个作 行为叫做业 获言 以此业为因 而招三界之生死者苦言 获言苦 我再念一遍 贪嗔等者获言 以此获有善恶之所作者 业言 以此业为因 而招三界之生死者苦言 因业 因祸 因为你迷惑就造业 因为这个业你就赶得生死 这个苦 我们这不是赶到 赶来这个五蕴的果报吗 这个五蕴 是苦吧 三苦八苦 乐是坏苦 苦是苦苦 不坏 不乐不苦 是行苦 三苦 那八苦 展开了之后 就是八苦 被生老病死 爱别离 远赠惠 求不得 五音吃胜 八苦 不断货业 货业叫染阴 染阴不断 那一定得有染果 五蕴的果报身 对吧 这是苦果 叫染果 所以 货跟业 叫做染阴 我们得的五蕴身心 叫做染果 那么如果不断货业 肯定不断苦果 因为货业是阴 一定会有果 那这一下子 就比风一转 得欲补处 按道理说 不断货业 得欲苦果 应该是这个 这个欲当什么讲 就加入的意思 能够加入到 补处佛的位置上 补处就是一生补处 一会儿我们再解释 就是说 你不断货业 你不仅没有苦果 没苦果 就已经很殊胜 你不仅没有苦果 你还能当一生补处的佛 就差这一生 这一生一结束 一生补处是等觉菩萨 他还有 无名祸没尽 他还有变异生死 但是就这一生了 这一生结束 他就是妙诀 妙诀佛 一生补处 就差这一生了 为什么叫一生呢 因为变异生死 没解决 还有无名 没尽 叫一生补处 叫一生补处 你不断货业 不断货业 你三界根本出不去 就根本不要说佛了 一生补处 你哪有份啊 连三界你都离不开啊 对吧 你怎么就可能 到了后一生补处 佛这个位置上呢 你看 不断货业 得欲补处 货业一点都没断 你就当了一生补处的佛 那么我们查三道法术 对这个一生补处的解释 这个一生补处这个说法呢 出自法华经 一生者为等觉菩萨 无名之祸未尽 无名祸没有尽 尚有一番变异生死 过此一生 即登妙觉果佛之位 一生补处是这个位置 所以等觉菩萨 称为一生补处 那就是说 你不断货业 你就可以当等觉菩萨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等觉者 望后妙觉悠悠一等 对于他等觉菩萨 是下边的一个妙觉来讲 他还差一等 就这意思 得于不处 能够达到等觉菩萨的位置 那么不断货业 这个货业是什么 界内的见思烦恼 界内的见思烦恼 三界都出不去 对吧 三界出不去 就是六道出不去 六凡法界出不去 六凡法界再往上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有一个叫佛法界 你六凡的这个货业 这个因都没断 你一切就到了四圣法界的佛法界 就差一生 马上当佛 即此一生 圆满菩提 再往下看 就这一生 即此一生 就这一生 圆满菩提 圆满什么意思 没有缺憾的意思 一点缺失都没有 菩提是觉悟 不断霍业 得益补助 即此一生 圆满菩提 所以 这个法门太殊胜了 不用这一生 完了再下一生 下一生完了再下一生 所以他顿呢 就这一生 把菩提就修 修圆满了 因为你活着去的嘛 所以你走的时候 并没有结束啊 生命 你还活着 你到着你还活着 活着 活着一直到 你结束这一生 什么事 有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你就圆满菩提了 一生补助 一生圆满菩提 那么 圆满的意思 就是没有缺憾的意思 也有这个说法是 圆满者为 无限量故 最尊胜故 圆满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九界众生 离世门 尚不能原成佛道 九界众生 一共十法界 九界呢 除了佛法界之以下的 九界 什么叫众生呢 就是生死问题 没有解决的 叫众生 九界 它的解释是 十界中 除佛界 除佛界以外 自菩萨界 至地狱界 至九界也 此九界 由佛言之 稀为谜之境界也 对于佛来讲 对于佛界来讲 这九界都属于 迷惑颠倒的界 相对于佛来讲 稀为谜之境界 谜了才会有九界 所以九界众生 都想 破迷开悟 都想从生死 走向涅槃 怎么着 九界众生离世门 尚不能原成佛道 九界众生都要 靠这个法门 靠这个法门修行 能够修成佛道 离了这个门 离了净土法门 往上 你不能成佛 上不能原成佛道 我修柴行吗 不行 九界众生离世门 离净土法门 上不能原成佛道 成不了 修秘行吗 不行 九界众生离世门 尚不能原成佛道 净土 这个密宗 修秘 就离开了这个法门了 肯定不能原成佛道 瞎耽误功夫 九界众生 那么 九界我们刚才解释了 就是地狱 恶鬼 畜生阿修罗 人间天上 身文 圆觉菩萨 这是十法界的 九法界 离开这个门 想成佛不可能 斩钉 接铁 对吧 一点含糊都没有 没有说 离开这个门啊 别的法门 也可能能成佛道 但是不容易 这种话都没有 你离开这门 你就成不了佛 你说你干嘛吧 你为什么要浪费这时间 你没商量啊 很绝对啊 是吧 一点 一点都没有 回旋余地啊 这句话说的 那么 那么离世门 大家注意这个门字 九界众生离世门 尚不能原成佛道 这个门当什么讲 法门 净土法门 是吧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法的时候 老带这个门字呢 对吧 我们不是研读报告吗 所以我们这个字 我们要拿出来 要不然我们老挂嘴 那要净土法门 这个法门 那个法门的 八万四千法门 当我们说这个门的时候 我们要心里要清楚 这个门有两个意思 入家之门口也 进入家的 要通过门 这个门口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 具差别与去入之两意 它有差别的这个意思 你这个门和那个门 不是一回事 对不对 是不是表示一种差别 同时呢 还有一个进入的意思 所以 具差别与去入之两意 一谈到门 我们就要知道 它表示一个差别 它表示我通过这个东西 可以进入到 一个地方 与法有种种种之差别 因为法有差别 对不对 净土法门 禅宗法门 是不是有差别 有差别 所以我们用门来表示 那么与法有种种之差别 能使人 取入涅槃 这个法 能够使我们 进入到涅槃的状态 证得涅槃境界 所以 故 指经中法为门 我再念一遍 入家之门口也 具差别与去入之两意 与法有种种之差别 能使人取入涅槃 故指经中法为门 所以我们说经中的法 称之为门 因为它有这两个作用 它一个 它有一种现象 法和法不同 第二一个 法能够让我们 证得涅槃境界 那么净土论 诸夏曰 门者入出之意 门啊 就是入和出的意思 大乘一章 一曰 门别不同 故名为门 你是哪一门呢 又能通入 又能使人取入名门 又能让我们人进去 就这意思 那我们看 九界众生离世门 这个门就讲的是净土法门 为什么用门字 我们当然给解释清楚 上不能原成佛道 就是我们在阴地的时候 我们是众生 我们离开这个门 我们成不了佛 那我们大家 没有一个在做的 修净土的 不想成佛 那你要离不开 你要离开这个法门 就成不了佛了 九界众生 除了佛以外 所有的人 离开这个门 就成不了佛 佛他已经成佛了 不说了 对不对 那么 那那佛 成了佛 他干什么呢 唯说弥陀本愿海 他们说的也是这样 十方诸佛 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誓言 说的是什么 弥陀本愿海 这是佛干的事 作为我们九界众生 要干什么呢 离世门 尚不能原成佛道 那我们九界众生 就得用这个法门成佛 佛宣传这个法门 我们用这个法门成佛 所以十法界众生 没有一个人 能离开这一法 所以净土法门很大 你看 十法界众生全用它 再往下看 十方诸佛 舍此法 下不能普利群盟 十方的佛 把这法要丢了 不用这法 往下 对下边来讲 佛不就度化众生吗 对不对 你再上 众生再下 那么往下 不能够 不能普利群盟 群盟就是众生 佛要不用这一方法 就不能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往下 上不能成佛道 对于众生来讲 对于佛来讲 把这法意就往下 对老百姓 对众生 不能利益他们 下不能普利群盟 可以个别的利益 给别的法门 这个法门 我们要注意 普利群盟 所有的人 都可以用净土法门来普利 都得到利益 那佛是聪明 他肯定用这法来 因为这法 普利群盟啊 别的法不行啊 对不对 禅宗上根人才行 对吧 叫下这十字的人才行 对不对 这净土法门不用 上中下三根都行 普利 所以这一法的效益 效益很好 就这一法 全能得到利益 那就行了呗 那还宣传别的干什么呀 所以别的 说实话 都是他的助教 都是要倒归极乐 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文书菩萨说的 所以普利群盟 这个群盟是什么意思呢 群呢 就是多数的意思 众多的意思 也叫群生 也就是众生的意思 多嘛 盟呢 就是草木始发芽 而忧明媚之貌 发了芽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发芽以后 长出的东西啊 这个面貌还不清楚 蒙 或者是种子未抛之相 种子没发芽之相 也叫蒙 还在种子状态 众生道心出发 然尚未无名所赋 然而还被无名所覆盖着 犹如种草木蒙芽 故以群蒙玉 称众生 所以我们用群蒙 来比喻众生 因为众生有无名 来覆盖着 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还不是完全清楚 这个蒙字是这意思 所以群蒙就是 没有觉悟的众生的意思 那么 十方诸佛 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蒙 你就放心吧 你无论以后 你投胎到哪个佛国度 肯定的 都是净土法门 十方诸佛呀 这一个佛都没有丢掉 所有的佛 你说 有没有一两尊佛用别的法门来 来教给这个 来教化众生的 没有 十方诸佛 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蒙 那么 给个证明吧 你说这么绝对 这个 说得这么好 这么不可思议 是吧 能给个证明吗 一英王大师知道咱们这 需要证明了 他就说 是以所以 往下看 是以 华言海众 尽尊十大愿望 华言经 华荡世界 华言海众 华言 华言经 经中之王吗 王于三藏啊 华言 你看看华言怎么说的 是以 华言海众 华言海众 海表示多 那地方的菩萨们 没有一个不是法神大师 最差的是初度 四十一位法神菩萨 这人呢 不是开玩笑的 法神菩萨 正得十相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十相 啊 啊 干嘛 他们 啊 是以华言海众 尽尊十大愿望 尽就是全部都尊行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 岛归极乐 华言海众 人很多 按荧光大师说 全是法神菩萨 啊 这些法神菩萨 对近虚空变法界 所有的佛国度 全是西枝西了 非常清楚 而华言 华言海会 华言世界 自己本身就是净土 他对其他的净土 全都了解 为什么他们还要去西方 他不 他不像咱们 真没去过西方 是吧 是听人说的 咱别说西方了 就咱连这个地球 都走离不开 那华言海众 不是闹着玩的 十方世界 他都去过 他为什么 就要去西方 咱们要想这个问题 那云光大师在这个 文超进华 往后咱们学的时候 就看到 他就分析 华言海众 这些菩萨们 这些法神大师们 他们 对十方世界 了如指掌 然后他们选择净土法门 难道不能说 这都是上上跟人呢 他们做出的抉择 能错得了吗 要说咱们做一个决定 是错的 有情可原 一品见思 界内见思 烦恼都没断 那就执着都没断 你说咱们说 做一个选择 那肯定是错的 他们做这个选择 错不了 所以 事宜就是所以 华言海众 尽尊十大元王 然后英光大师说 法身菩萨 尚且要去极乐世界 我何等人活 我们是什么人呢 我们能不听人家的吗 法身菩萨尚且要去那儿 继续深造 成佛 咱不去 是不是 你想想 你还看不起这个法门 你还不尊重这法门 你看看都什么人在学 什么人在去 法华一称 往下看 是以华言海众 尽尊十大元王 举了华言 经 所描述的华藏世界 这些人 还有一个最棒的经 一称经 法华经 法华经当中 说了这么一句话 法华一称 法华经 说 一称拿摩佛 解以成佛 法华一称 是指这么一句话 法华经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法华一称 西正诸法 法华经说了 一心念佛 就能成佛 这不是光我们 这净土的三经一论 华言经 亡于三藏 这个 释迦摩尼佛 一代释迦当中 最棒的经 就是华言经 对吧 十大元王 倒回极了 西道极了 那么最棒的 另外一部经 一称经 法华经 说 法华一称 西正诸法实相 你看 法华经也是 也是在说这个法门 你就别琢磨 那么法华一称 什么意思呢 我们 我们查了 查了这个有关资料 向大家解释一下 要不然我们老说 法华一称 法华一称 挂在嘴边 静空老法师 在讲解这个 阿弥陀 经 书抄演绎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段 开示 这个弥陀经 书抄演绎的 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故一称 拿摩佛 结以成佛道 不读 妙法 莲华 有之 所以 一称 故就是所以 所以一称 拿摩佛 结以成佛道 大家都称了佛了 不读 妙法 莲华 有之 不单单是 妙法 莲华经 说了这件事 别的经也在说 这是从 弥陀经 书抄演绎当中 结下来一段话 然后老法师 就解释这段话 下面是解释 妙法 莲华经 里面讲 一称 拿摩佛 结以成佛道 这句话是 妙法 莲华经 里面的话 你要晓得 那一称 拿摩佛 是至心成年 至心 至心 异心 做到极致的心 什么不假答 不怀疑 不间断 那一称 拿摩佛 是至心成年 心至成到极处 属于理异心 才能成得了佛 不是理异心 念 别说一成 万成 十万成 百万成 也没有用处 也达不到 这个境界 妙法 莲华经 所讲的 一称 拿摩佛 跟大师 在此地说的 至心念 阿弥陀佛 是一个境界 所以妙法 莲华经 也在推崇 念佛法门 就这个意思 那么 在这个 《弥陀经》 书超演绎 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叫做 法华三昧 观金云 这是一部经的名字 那么老法师解释 说 这是一部经的名字 这部经说了什么呢 说了这么一段话 就刚才说的这段话 《弥陀经》书超里这么解释 十方众生 一称拿摩佛者 皆当作佛 唯一大称 无有二三 这一段说明 念佛的功德 是唯一大称 念佛的功德 是唯一的一大称 唯一 就是这一个方法 要称佛 没有第二个方法 经的意思 没有很明显的说出 指的是十方众生 十方众生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一称 关键在一 决定不能疏忽 这个一不是数字 不能说念一生拿摩佛 不是的 是一心成念 这个一是一心的意思 而且是一心达到极处 那就是理一心 我们这个经上讲的理一心 换句话说 用的是真诚心 真诚到极处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理一心 用这样的心念拿摩佛 那就成佛了 结当作佛 这也是为我们证明 观经三佛最后一条 所说的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这个因果 跟普通的因果不相同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一称拿摩佛是因 结当作佛是果 所以他这个意思 英光大师在这举的意思 就是华言 你看人家也是念佛 去西方 导规极乐 你看法华也在提倡念佛法门 所以 就是让我们别再怀疑了 别再犹豫了 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法门 可以修啊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法门 没有 打消你的顾虑 经是这么说的 华言经啊 法华经啊 论啊 经历论啊 论上怎么说的 有没有论上 他有举论来证明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论当中 都提到了 都提到了这个 净土法门 最圣方便之行 马明适于起信 这是道庄句 马明在起信论当中 给我们出示了最圣方便的行 就是念佛法门 一行极致之道 龙树产于菩萨 这还是道庄句 龙树菩萨在大菩萨论当中 也把念佛法门称之为 最容易行 一行极致 速度很快就能达到佛果的 这么一个道 龙树在哪里说的呢 在大菩萨论 马明菩萨在哪里说的呢 在起信论 这两个都是论 刚才前面讲的 华弦经跟法华经 这又讲了两个论 这两个论非常非常重要 马明菩萨起信论 那么 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 怎么说的呢 我们这 把它 印光大师说 既然提到了 马明菩萨的起信论 我们把它抄出来 看看马明菩萨 在起信论里 是怎么论述 这个 净书法门 首先我们注意到 有一个字 最盛方便之行 马明 事与起信 什么叫事 你看 什么叫事 大家都明白这意思 但是这个事当什么叫 泛指把事物摆出来 或指出来 使人知道 叫做事 开始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学习 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样的字 我们似是而非 似懂 非懂 这个时候就应该查一下 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 查出来以后准确了 那么把事物摆出来 或者指出来 让别人知道 叫做事 马明 在起信论里头 把净土法门摆出来 讲出来 让我们知道 所以他叫事与起信 于就是在 在起信论里边 做了这件事 事了这件事 那么他怎么说的呢 最盛方便之行 马明事与起信 那么在起信论里边 第四部分叫修信 修信这部分呢 讲信节行政 首先要修信 修信呢 要修到实信 要实千节 才能把信修完 信完了以后呢 从原教来讲呢 实信以上呢 就是实柱实行 实回向实地 就进入到法身大师了 那么修信非常非常难 很难在娑婆世界 修成功 所以马明菩萨呢 就给了我们更 更方便 更殊胜的一个方法 来代替修信 明白吗 信很难修成 所以 偶艺大师 对这个起信论 做了一个著书 叫列王书 他在解释 这个净土法门 这一段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 起信论里边 念佛这一段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他就下边就开始 叫讲马明菩萨的 关于这段 念佛的 这个论这一部分的时候 他说 他首先说 下边啊 更是圣意方面 就再给你显示 特别好的 不一样的 方便之心 这偶艺大师说的 他分成两部分 第一呢 范明 出范明念佛出障 范范的讲 念佛出障 就是起信论 第二呢 敌指求生极乐 专门指 求生极乐这个法门 他先讲出 出呢 就是范明 念佛出障 马明菩萨怎么说的呢 赴次初学菩萨 就是我们这些 初学的菩萨 再来 初学菩萨 住此缩破世界 住在这个缩破世界 祸止寒热 止就是碰到 你看 气候 一会冷 一会热 风雨不时 风雨不调 风雨不顺 一会闹水灾了 一会风灾了 你看现在地球上 是吧 前两天美国又弄 那个熔卷风 叫火熔卷风 还着了火了 今天又发大水了 所以我们住在这个 缩破世界 客观环境太差 货之寒热 风雨不时 激紧等苦 或者是饿 吃不饱饭 激紧等 太多了 缩破世界就是苦 这个等字很重要 不光光是这三个苦 什么寒热 风雨不时 激紧等苦 这是讲环境 或见不善可危众生 或者看人事环境 你或者见到了不善的 令你害怕的这些众生们 你像这些 我们能看到很多呀 杀人的呀 是吧 什么用地溝油啊 是吧 做假药的 是不是啊 这些不讲道德的行为 这些人干这些事 或见不善可危众生 这些众生 为什么不善可危呢 三毒所缠 邪剑颠倒 弃背善道 就这个世界的众生 三毒所缠 三毒贪嗔痴 在心里头 贪嗔痴是思 邪剑呢 是剑 剑思烦恼很重 邪剑颠倒 三毒所缠 三毒所缠是思 邪剑颠倒是思 是剑 观点上的错误 弃背善道 不按着善事 不按着好的方法 没有善行了 弃背善道 离弃 违背 善道 干嘛呢 习行恶法 菩萨再争 再终 心生怯诺 我们这些菩萨们 在这个世界当中 修欣慰的菩萨 他讲啊 修欣慰的菩萨 心生怯若 怯若 行嘛 我能在这地方修成吗 对吧 你看咱们 咱们现在很有体会 在这地方修行 工作 很多人离不开 是吧 家里人障碍 我们有很多同修 就是家里不支持 冷嘲 冷嘲热讽就算不错 有打有骂的 这个 菩萨在诸 在这当中 这么恶劣的环境 物质环境 这么恶劣的人事环境 我们心中 心生怯诺 怯诺 怯诺完了以后怎么着 怕什么呀 恐不可质疑诸佛菩萨 怕的是 可能碰 碰不到 诸佛菩萨 碰不到佛菩萨 就这么恶的众生 佛菩萨来吗 干嘛不来救救 他不是不来啊 你们不想学啊 气被善道 习行恶法 那这佛菩萨能来吗 那真的来不了 不是他不慈悲 不想来 是因为你们不想学 来了也没用 所以 三毒所禅 邪剑颠倒 气被善道 习行恶法 菩萨在中 在中心生怯诺 恐不可质疑诸佛菩萨 就怕碰不到佛菩萨 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 害怕自己的清净信心 成就不了 生疑欲退者 产生怀疑了 想退心了 算了 真学不了 对吧 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在这缩破世界 人事物质环境 都这么差的时候 应做试念 你们这个时候 要保持这样一个念头 应做试念 应该做这么一个想法 十方所有诸佛菩萨 节德大神通 无所障碍 你不是要退心吗 是吧 学不成了 学不成的时候 你们这么想 马明菩萨说 十方所有诸佛菩萨 节德大神通 他知道你的处境 他明白你心里想什么 他完全清楚你现在的状况 什么状况 寒热 或之寒热 风雨不适 积极灯苦 或见不善可为众生 三度所缠 斜见颠倒 气被善道 悉心恶法 对吧 菩萨在中心生怯懦 恐不能成就 恐不可置于诸佛菩萨 恐不能成就 清净信心 生疑欲退者 应作识念 十方所有诸佛菩萨 节德大神通 这话不能一下带过呀 十方所有诸佛菩萨 得这个神通 我们的处境 人事怀疑 物质怀疑 都知道 你有神通又能怎么着啊 没有障碍 他完全明白我们的状况 您清楚 您清楚能救了我吗 接着说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你看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 诸位 一切就没有一个丢掉的 读到这很温暖 真觉得温暖 这么险恶的众生 是吧 这么困难的条件 这么差的环境 他第一个全清楚 没有障碍 节德大神通 无有障碍 他全明白 你不要想他 知道吗 您清楚吗 我现在的处境 比您还清楚 比你当时还清楚 清楚又怎么着啊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你说你还 不拿磨他们 拿磨谁啊 不拿磨佛 你拿磨谁啊 你拿磨科技 你拿磨金钱 你拿磨权力 你拿磨这个世界的凡夫 这都错了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你就放心吧 我行吗 我是瘸的 他能帮着我忙吗 你放心吧 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你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众生 这一切包括 你无论有什么样的险恶 一切险恶我都行 一切的众生我都能救 两个一切 对吧 就拔一切险恶 就拔一切众生 你看他可以 这个串进来看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那么我这个险恶 我今天得糖尿病 这险恶行吗 没问题 no problem 他有善巧方便 你说我眼睛不好行吗 no problem 你说我这要离婚行不行 没问题 一切险恶 包括生理上的 包括环境的 包括自身的 包括精神的 能够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做事念仪 你想完这件事以后 你明白这件事以后怎么着啊 做事念仪 发大誓愿 那我就发愿了 那我就发愿了 我什么都不念了 我就念这句佛 谁我都不指望了 发大誓言 一心专念佛及菩萨 一心 你看这又出现一个意义 就是老法师的 一称拿摩佛的意义 一心专念 大家千万不要疏忽啊 念佛要一心专念 一心专念才能有感应 他才能来 救拔一切险恶众生 问题不出在佛这边 问题出在我们的心 不是一心专念 所以他就来不了 一心专念佛及菩萨 以生如是决定心故 因为你生了这样 坚定的信心之后 于此命中 在这个娑婆世界 死的时候 命中的时候 必得往生于佛查中 一定能够往生到 其他的佛查当中 干嘛呀到那儿 见佛菩萨 我们这儿见得了吗 全是三读所传 邪见尖导 弃背闪道 习行恶法 对不对 全是这种众生 在那儿 第一个啊 见佛菩萨 第二个 信心成就 信心成就什么意思 法身大事啊 信成就啊 圆满了 实信实柱 实回向啊 对吧 实信信为圆满 永离恶趣 没有恶趣了 你看 就是讲 这叫什么 欧尔导大师判这一段 叫泛明念佛法门 泛泛的讲 没说西方的这儿啊 就想要一心 你看一心专念佛及菩萨 以生如是决定心故 因为你生了这样的坚定的信心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于此命中 必得往生于佛刹中 哪一佛刹他没说 你念哪个佛 你就去生哪个佛刹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永离恶趣 那么 第二部分 就敌止净土法门 马明菩萨再往下又说 他又举例子了 刚才马明菩萨讲嘛 比如念佛呀 有神通啊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啊 你这么下了这个决心之后啊 一心念佛及菩萨 走的时候啊 就生到余佛刹中了 他说比如说 如经重说 马明菩萨接着说 若善男子善女人 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以诸善根回向怨生 决定得生 常见比佛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与比文法 观佛法身 见次修行得入正位 这就是专门讲了净土法门 马明菩萨 就是咱们 印光大师说 最圣方便之行 马明 事与其信 就这段 如经中说 若善男子善女人 注意这个善 不是一般的人 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以诸善根回向远生 善根做的好事 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不用这个善事来希望得到世间的福报 我们把这个好事回向不贪着这个三有的世界 我们回向怨生 你看 注意 第一 你做了很多善根 你一定要回向 然后第二呢 要怨生 你一定得有愿望 然后怎么办呢 决定得生 所以佛说阿弥陀经里边说 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比过 善根 善根就是 少善根 不能以很少的优点就去西方 善根叫优点 通俗的说 你这个优点太少了 你这去不了西方 你得差不多得多点 不能以少善根 以诸善根 少善根福德 福德你真的有福 明白吗 就福薄了不行 你这刚一学成了植物人了 没福了 对不对 躺床上人事不知 你说你这个福太薄了 不能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 你善根也 人特别好 你像很多 你很多 你比如说 咱们说 毕尔盖茨吧 这人多好 捐钱了 咱们谁能做到 善根 几千亿美金 对吧 福德 那你想他 你想他开发的软件 他得多聪明 脑子得多清楚 对不对 而且他有时间 他不是退休了吗 不当董事长 是吧 现在说又回来了 微软不行 他又回来了 那离开微软那段时间 他有时间 对不对 也有钱 他甭说 他甭说别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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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学习环境 没问题 少善根福德 他就是没因缘 外国人 没人给他讲 净土法门 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个因缘 得知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要记住 这个马明菩萨说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就是善根 深厚的人 那么 专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以诸善根 回向愿生 你一定要愿一生 马明菩萨这个字 用的很少 但是把关键权 点出来了 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这个好事 你不能贪着它 为了得世间果报 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你要愿一生 那决定得生 不含糊 一定能去 去那以后怎么着 常见彼佛 一常就是永 始终能见到 彼佛就是阿弥陀佛 那尊佛 干嘛呢 信心增长 增长信心 你不是咱们这是 在讲修信的时候 那个难 不容易成就 你到那 信心就增长了 你为什么呢 你常见彼佛 离不开佛 离不开老师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阿弥陀佛志 再也不会退了 在这干嘛呢 与彼文法 观佛法身 你能看到佛法身 那您就是法身菩萨 要不然你看不到佛法身 你看这话 很 这意思很深啊 你不要小看他这句话 与彼文法 在那听闻他的讲法 今现在说法 不是说吗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今现在说法 对吧 过十万亿佛国土 有世界名曰极乐 其土有佛 好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对不对 这不是说 与彼文法 那么观佛法身 它是指两个意思 与彼文法 说明你还没有正德法身菩萨 处在文思修的阶段 这个文法 这个文字 就包括文思修的三学 然后你要去那 如果你品位高 你就可以直接 对那些上根人 对那些法身菩萨当中往生的 你像华 华言海仲 这些人去都是 对吧 都是法身菩萨 他到那儿就 观佛法身 就能看到佛法身了 见次修行 得入正位 一步一步修行 得入正位 什么意思 信心成就 成了法身菩萨 就是不退了 叫做正位 在实信菩萨之内 从初信到实信 叫做不定 众生有三种 一种邪定 一种不定 一种叫正定 那么到那儿以后呢 得入正位 就正定 正定了 就是佛了 就讲这个 这是马明菩萨 在启信论里边讲的 用这个来证明 那么龙树 再往下看 一行极致之道 龙树产于菩萨 龙树菩萨 在大菩萨论里边说 净土法门是 一行最容易干的 最容易修的 一行极致之道 速度很快 就能达到佛果 我们再看看 龙树菩萨 和他的大菩萨论 龙树菩萨 我们先介绍一位 介绍一下这位菩萨 龙树菩萨 出现在佛灭度之后 六百年 释迦牟尼佛灭后 六百年 他出现在印度 是大乘佛法的祖师 大乘佛法的祖师 大乘佛法是从龙树开始的 所以小乘说 大乘不是佛说 大乘佛法是从他弘扬开的 他以前修学大乘的人很少 大乘不普遍 小乘佛法普遍 大乘是他提倡 是他弘扬 是在他手上发扬光大的 在中国大乘八大宗 都以他做祖师 所以他是八宗贡主 八宗贡主 实在讲只有龙树一人 其他的菩萨都没有 这是净空老法师 在大乘无量寿经纸规上讲的 讲的这个龙树菩萨 讲得很清楚 就知道大乘佛法的始祖 大乘佛 没他就没大乘佛法 那么 那么 龙树产于菩萨 产呢 就是产平 险路 在哪里都 产平了 说清楚了 险路出来 在菩萨路 对于我们的解释 他龙树菩萨在菩萨路里面 怎么说的呢 异形极致之道 龙树产于菩萨 这是阴光大师文朝里边的话 我们下面来解释 我们还是用我们净空老法师 弥陀经书朝演义里的解释 来解释这个话 龙树 简世于菩萨 为异形道 诉出生死 这是弥陀经书朝演义里的一段话 老法师解释他 弥陀经书朝演义里面说 龙树 批菩萨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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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树批菩萨论云 佛法有无量能力 如世间道 有难有益 佛法有很多很多的法门 有难有益 一行极致应当免过 你要想 容易干 速度快 应当念佛 称其名号 你看 这是龙树菩萨的 批菩萨论里面说 阿弥陀佛本愿不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怎么说的 你只要念佛我就接你 你看 我再读一遍哈 龙树 批菩萨论云 佛法有无量能 如世间道 有难有益 有难有益 一行极致应当念佛 称其名号 阿弥陀佛本愿如实 这就没怎么说的了 龙树菩萨在 毗帕菩萨论里面 是说 提倡念佛 一行极致 马明是最 最盛方面 这是一行极致 就是说 刚才他们讲的是 经常说的 现在又讲了 国外不是中国的 这些大 马明菩萨 龙树菩萨 国外的 他们在论党中说的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词 最盛方面 一行极致 都是在净土朝圣 都是在 这个净土访问的 不可思议 所以 这是国外的 菩萨在说 在中国呢 中国有没有说 有说 下面一开始说了 这转到中国来了 释迦厚身之智者 说十一论 而专治西方 释迦厚身之智者 什么叫厚身呢 来使之神 释迦摩迪佛走了 他又来了 他以谁的身材来的呢 智者 智者呢 是个人名 天台大师 智乙 智乙之德号 智乙大师的德号 我们一般叫智者大师 智乙 智乙这个德号 智乙这个德号 是谁赐给咱们 晋猛 所赐 智乙这个条 我们查 像词典 说天台大师 明智乙自德安 是称天台大师 称其宗为天台宗 他是天台宗的手套 天台宗 智乙大师 他是释迦摩尼佛在 释迦后生之智者 释迦摩尼佛在来的 智者大师 就这意思 说了一个什么呢 又说了一个论 马明菩萨起心论 龙鼠菩萨 毗婆沙论 他说了一个 十一论 十就是七八九十的十 一呢 就关于十一论 说十一论 就讲了一本 十一论的这个论 而专治西方 他一心一意地念 佛求生西方 就这个智者大师 天台宗说话 还不是连东 他是天台宗 天台宗 也是念佛 而且他是师 而且他是释迦摩尼佛在 你看这里的分量没有 他是释迦摩尼佛在 他是天台宗的师 我们俗称他叫天台大师至宜 他的名字叫至宜 因为他开放天台宗 天台式的地方 天台山 那么他在那创了这个天台宗 天台宗我们不是很了解 咱们可以上次再查一查 如果愿意查的 就可以去查 那就说明这个人 第一他是释迦摩尼佛在来 第二他是天台宗的师 师祖 开创天台宗 他写了一本十一论 而专治西方 专 就不二的意思 专心致志的求生西方 十一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这是一本论 只有志以大师写的 全一卷 总共就一卷 随带志以术 随带的志以大师所诸书 全称 净土十一论 怀疑的一案 那么阿弥陀十一论 天台十一论 四方十一论 这个书名有好几个 都是讲的这一条事情 收于大正葬 第四十七册 大正葬 收了他这个论 那就是说明 那就 葬能收 那就不是一般的论 是吧 那是非常可靠的 本书 细旧 弥陀净土 往生之法门 举出十项疑难 怀疑啊 发难 真的有净土吗 怎么还能去啊 我去得了 就像这个叫发难 本书细旧 弥陀净土 往生之法门 举出十项疑难 再一一加一解释 列入 因何求生净土 为什么要求生净土 何以必须偏念 西方阿弥陀 为什么偏偏要念 西方阿弥陀 我念东方行吗 因何而得生西方 因为什么我才能去西方 何以必须求生西方净土 等等 疑难 我为什么必须求生西方 我求别的另外行为 对吧 你看花言百中 十大越王 宝贵极乐 是吧 这次都去西方 为什么必须求生西方 等等 这十条意 那么 这个智者大师 写了这个十一顿 专制西方 这也是向我们正明 这帮一位大德 释迦国 释迦国 再来的 他 还在 专制西方 而写了十一顿 也是越这个 专制就是专心 一心一意的声道西方 弥陀下来 这说了智者大师 再专制西方 再专一个例子 前面他不是专两吗 一个马铭 一个龙树 你看 阴光大师这文朝 是对 特别对照 前面专两 你看 挂炎 法花两部经 专了马铭 龙树 两位菩萨 再专我们中国本土的 两位 祖师 一个是智者大师 第二个是 永明严寿大师 他说了 弥陀视线之用 永明大师是谁的 谁的视线啊 阿弥陀佛 我们的视线 这两人都不喊 我一个是释迦之后世 一个是弥陀 视线之用 永明大师实际上 是弥陀再来 这了的吗 这错得了吗 是吧 就这意思 弥陀视线之用 那我们解释一下永明 永明呢 是一个人民 他呢 一共活了七十一岁 是唐末的 唐末五代初 五代十国五代初的 唐末五代初的一个僧人 净土宗第六宗 法眼宗三宗 他除了净土宗的第六宗之外 他还是法眼宗的第三宗 是吧 那么 因为他住在杭州惠日山 永明寺 故称为永明大师 他的名字叫严守 永明严守 那么 他干嘛呢 住 就是写了一本 四料箭 而终身念 写了一本 四料箭 四料箭呢 可以说是一段记字 而不是论 是一段记字 这段记字呢 是他写的 那么 完了以后呢 终身念 智者大师呢 释迦后身之智者 写了一个十一论 然后呢 转至西方 就什么都不干了 这个 永明呢 住了四料箭 写了四料箭 以后怎么办呢 而终身念佛 就再什么都不干了 那四料箭 写了什么叫 什么叫四料箭呀 好像是一篇 一篇 料箭是一种文体 料箭的意思呢 料箭 就是选择 或者叫做简择 挑选 挑箭的意思 就话一话说 他选择了四种情况 来进行了描述 他安排了四种 他设想了四种 选择了四种情况 四料箭 来阐述了禅宗 跟净土中的区别 组合吧 是不是 比如说 重要又着急的 重要不着急的 不重要着急的 不重要不着急的 这叫四料箭 对吧 排比了 重要和着急这两种情况 咱们做一个四料箭 是不是 重要着急 这是一种情况 重要但是不着急 不着急的 不重要但是很着急 吃饭不重要 但真着急 又不着急的又不重要的 这个事也不重要也不着急 咱们经常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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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说 也是增加了我们对净土的信息 挺有意思 大家其实都听过了 印光大师文超当中关于四料前 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始 老人家讲得很清楚 我们在这一块学习 既然我们学习印光大师文超 这一段开始 往往下讲的这段开始 也在文超进化 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 在学精华录的第一条 我们已经翻译出好多条 而开始学习 这样我们就反复地学 反复地对照比较 我们就慢慢对文超精华录 就越来越熟 耳熟更小 那么我们就是 因为印光大师文超 它是经文实验 今天的语言 今天的文字 所以读起来 不那么难懂 稍微加一点解释 查查字免 就能够读通 他是这么说的 若论自立他立 禅境难以 若论 如果我们讨论 自立啊 自己念佛的力量 自己修行的力量 和他立 就是阿弥陀佛的理 是吧 自立他立 禅境难以 禅中容易啊 还是净土中容易啊 谁难谁意啊 就这个事 讲得最清楚 最明白 莫如 没有一个像 永明 严寿大师的 四料检 莫如 永明 严寿大师的 四料检 把禅境分 禅境界限 难以成诺 自立他 讲得最清楚 没有超过 永明大师 这个四料检的 这四种情况了 照四料检说来 不同宗教的人 固然要念佛 按照四料检的论述 如果不通宗教 不通宗 就是禅宗 不通教 就是教下 你说我道理不明白 禅宗 我也不懂 我也不会 这两个路 我都不行 我又没有修禅 我又不是教下 那当然要念佛了 人家修禅的 教内的 教下的 还行 人家不念佛 对吧 还特一万步来讲 人家还在学佛 如果这两本 您都没沾 您再不念佛 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禅宗吧 他还能 大赦大悟 民心见性 教内吧 还可以大开元解 您又不是 大开元解的教内 教下 您又没有 大赦大悟的 禅宗的修行 您不念佛 这就麻烦了 照四料检说来 不同宗教的人 固然要念佛 当然要念佛了 就不讨论了 就不讨论了 就是通宗通教 你就是通宗 这个可是通啊 通的意思就是 在中文来讲 大赦大悟 在教下来讲 叫大开元解 叫通宗通教 全清楚了 大开元解 大赦大悟 大赦大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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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 不是说 我大概明白 不是仿佛 依稀 依稀 有一点清楚 仿佛 依稀 不是 是彻底的明了 这才能叫做通宗通教 不是依稀 仿佛 明白 差不多 似乎有点明白 可能有点懂 觉得有点懂 这不行 含糊 所以就是通宗通宗通教的 更要 更要念佛 你懂道理的 你是你不懂道理的人 没受过佛法教育的 你要当然要念佛了 你不念佛 你怎么办 你不能什么都不修 你就是懂通宗通教 大赦大悟的人 你懂道理的 你还能不念 你更得念了 更要念 因为你懂道理 你就知道 不怕不识化 就怕货比货 你通宗通教 你完全货比货 对吧 我通宗 我通教 我在看净土法 你都明白了 你都不选净土 人前面这种情况 根本不知道宗远 不知道教 对吧 他没有这个比较的过程 他没有大赦大悟 他没有大开圆解 他要念 他没有一个选择过程 他还要念 但他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念佛 他真的有犹豫 说别的法门怎么样了 你通通通教 这个问题解决了 别的法门不行了 当然更要念佛 对不对 虽通没有证 你虽然通了 通用通教 但是你没有证得 你所悟的这个境界 总要念佛 了托生死 你总要靠 因为你通了 但是你没有证得 这种境界 生死你解决不了 那我拿什么解决 那我拿什么解决来生死 总要念佛 那鸟脱生死 不能靠宗 也不能靠教 你明白 你明白是明白 但是你没有证得 但是你没有证得 你获孽没有断尽 你只能靠念佛 他们 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 大慈大悲开化众生 其四料简式 他就想 英光大师 你把这四料简 四种情况 就是给他写出来 我再念一遍 有禅有净土 犹如戴脚骨 你又通禅宗 又修净脚骨 这两个都行 犹如戴脚骨 就说那老虎 带鸡脚 老虎已经很凶了 你还带个鸡脚 这很了的吗 对吧 现世为人师 你没走之前 你是别人的老师 为什么你说你想修禅宗 我可以教你 你想修净土宗 我也可以教你 对吧 我全会 全活 谁来我都能教 现世为人师 将来做佛祖 走的时候 到西方极乐 因为你修净土宗了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祖 这是一种情况 通禅境全有的 是吧 禅境全有的 第二种情况 四条简中 第二条简呢 第二种情况 有无禅有净土 那不懂禅宗 像我们现在在做 这真的不懂禅宗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这太舒服了 不修禅没关系 你只要修净土 万修万人 一万个人修 一万个人去 万表示多 表示全部的意思 所有修净土的人 全都能去 不用禅宗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你只要见了阿弥陀佛 你还能不开悟吗 为什么要在这 修禅宗开悟啊 对吧 你念了佛道的西方极乐世界 见了弥陀了 谁不开悟啊 怎么可能啊 你何必在这 苦苦参禅 在这求开悟呢 不用了 在这求保圣 到那去开悟 就这意思 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死抱着禅宗 在这要求开悟呢 你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 还未必能开得到悟 对不对 而且你这样的话 把禁土法能一耽误 你还不一定能解释生死 你我们昨天说的 你看武功总介为东多 草堂青为主功 是不是 厌荡生为行事子快 子慧 讲的就这些事 都是生产的 所以 但得见弥陀 这太回答了 你只要见了阿弥陀佛 你还能不开路吗 当然我们再往后看 荧光大师文超 随文而入围 而正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听就正不得 我们现在听了半天 正不得这国 我们能听懂 但是我们正不得这种境界 明白吗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由文而正 只要听了 你不听算盘 听了你就正 你听了个水 讲法 你就正得着法 有个境界 那个法就是教法 也是行法 也是果法 我里面 那个水啊 一下子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我就 我的行也在里边 我照它去做 做里边以后 马上就得果 所以教法 行法 果法 在水中 在水中都能 就能做到 你看这得了 但得见 弥陀 何求不开 为什么呢 我们说 阿弥陀佛 有这个 福特 神通 智慧 道明 是吧 你在 你在缩获世界 一切诸佛 菩萨 节德 大神通 具有 大智慧 能用一切 善 种种善巧 方面 就把一切 嫌恶 显乐众生 您在这儿 都能救命 您到他身边 您还抽什么呀 对不对 就这意思 对吧 你刚才我们 通的《起新的诗》 这么说的吧 十方 诸佛 菩萨 节德 大神通 是吧 能以种种 善巧 方便 就把一切 显乐众生 是不是 那你要到了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 就在 阿弥陀佛 身边 您 在他那儿 开不了屋 那 说得过去吧 那 阿弥陀佛 就得给他免了 我到你这儿来 我还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 他又问 都说什么 在这儿苦苦残疚 就 每天 中日 在普渡思量 琢磨 这 琢磨 那 茶字 也要上网 不累 到那儿 第三 第三种情况 四料箭中 第三种料箭 有禅 无禁 有禅 大乘大悟 没修禁 十人 九搓 十个人当中 有九个人搓 搓脱的意思 就是单个的意思 十个人 得有九个人 得带我 得悟在这儿 阴静若现前 皮尔随他 阴静中阴身 在走的时候 你的神师离开身体 出来中阴身阶段 皮尔速度很快 啪 随他 随什么 随你的业就走了 你看 无祖戒 做顿破 是吧 草条性做 是不是 就是皮尔随他 去 都是有禅 无禁毒 十人九搓 岁月 搓脱岁月 搓 搓就带我 十个人 九个人 得带我 阴静若现前 忠阴身 现前的时候 皮尔随他 太可惜了 因为什么 自己的力量不够 没有佛的加持 第四个了解 无禅 无禁毒 你没有 无禅 无禁 这不是说 这个无禅 无禁 在这儿 不是说不学佛的人 他没有学禅宗 也没有学禁 但是他在学佛 比如学秘 可不是说 不学佛的人 那么 铁床 铁床 并同度 万劫 与千生 没个人 医护 这个时候 你干嘛呀 就到地狱了 啊 就到地狱 地狱以后 怎么办 铁床 铁床和囤固 铁床上 全着火 火烧 雄雄 叫 冻燃 冻燃 冻就是 煽动的冻 燃 燃烧的 冻燃 火很明亮 铁床 和囤固 你抱着他 睡在上面 来惆怅你的罪 一直到罪业消化 化解完了 还完了 万劫 与千生 每个人 遇过 在那个时候 万劫 千生 谁都保不着 佛就是在此 慈悲 就看见 你都没办 那个时候 就是换句话说 你要到了 那个时候 你可就顾不得念佛 你要能念醒 十诫众生 念佛 全能去 那个时候 你还念得到 铁床和囤固 环境太差了 你缩破世界 风雨不时 激进灯固 是吧 你都念不了佛 你到那儿 你能念佛 所以千万别落到这一步 这是四条件 第四种情况 无禅 无净土 铁床 并同住 万劫 与千生 每个人 医护 护字 护字是一个树心 上有古巴的 什么意思 没有人依靠 谁都吃饱 谁都救不了 今天 时间到 我们先学到这儿 我们下次 接着讲 讲这个四条件 印光大师 四条件 一条一条的分析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今天大概给大家 先讲一遍 好 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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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